今天台灣缺水 然後要求農民要獻耕 事實上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 那今天是歷史上的第二大的面積 那我必須要講 這裡牽涉到政策 以及農民生機的問題 旱災是天災 那既然是天災的話 你就不能夠因為這個天災呢 讓某部分的人得到利益 也不能夠因為這個天災呢 讓我們這一群農友的權益受到損害 每次好像天災地好像是農民 第一個站在前面 可是農民都是最後知道要怎樣去做 我們才經歷了連續三年的 食品不安全的轟炸 我們馬上又要面臨 糧食安全的不穩定 不管是政策失當 或者是農民權益沒有照顧 或者是協助農民的農業服務鏈 整個斷裂 就是我們農委會 經濟部以及行政院 應該要面對的事實 真的我不希望你們照顧我們 我是希望我們可以很尊嚴的活下去 我們可以很尊嚴的有工作 這是一個侵犯全民權益的一個爛政策 我們同時也希望他們在1月14號 還沒有正式告這個整個通知之前 我們還有一些協商的機會 如果等一下我們進去行政院之後 如果政府的政策還是這樣依然顧我 我相信我們這些憤怒的農民跟代綱業者呢 一定會就是說會集合起來 我們要針對這樣子一個粗糙的決策 產生的失職的損害呢 我想我們也會集體的來跟政府求助 謝謝 主持人家賺這世賺欠水得大利 台灣缺水 台灣缺水 不應收割 不應收根 喊座啟動 不應收根 不應收根 過去農民必須要對抗地方政府跟財團聯合的搶地 好不容易把我們的地保留下來 但是現在跟著又要面臨另外一個搶水 農民永遠就是沒有辦法專心的務農 永遠要陷入這種無止境的這樣子的抗爭 這真的是我們政府一個最大的問題 上禮拜 抗漢小組就說做了這樣子一個大範圍的這個 休耕庭罐的決議之後呢 他的新聞稿上面講說要加強溝通宣傳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農民都是等這個新聞消息曝光了之後 他們才能夠從報紙上媒體上看得到 從來都不是第一線我們的農業的主管機關 由他們事先的來提醒來告訴農民來跟他們做溝通 為什麼水利法有規定應該是民生用水優先 農業用水優先 而工業用水是排在後面 但是我們的水利署卻會把水先掉撥給工業用水 事實上世界各國針對工業用水都要求他們做污廢水的處理 或者是都要求他們做海水淡化 但是台灣卻放任只有我們一般老百姓三分之一的水價 就讓六清源源不斷的用水 第二件事情是各位知道這個水費是誰要付的嗎 不是提高工業用水的水價 不是給用水的人來徵收水費 是要你跟我納稅人的錢整個提拨 雖然現在說的是三十幾億 可是這個是不管從經濟部或農委會提拨 其實都是你跟我納稅人的錢 我是一百年十大經典得主雙正燈 那今年這個停水修根這個議題 影響我非常棒 那我是在竹東地區 那我們的水源都被科學員區拿去了 自從我從小開始 我從來沒有遇到有缺水問題 如果今天沒有在新竹沒有科學員區的工業用水 我到現在不會欠水 我到現在不會欠水 可是為什麼我現在整個頭銜溪流液都要實施修根欠水 這個全部水分水都是給科學員區或工業區拿去的 那我如果說欠水了之後我要轉做乾旱作物 我們又要承擔這些水的又要降低我們的補助 真的是可以看 那再來我們是資產自銷 資產自銷的時候 整個沒有種植任何東西 我的資產自銷完全沒有拿東西來賣 我的生活整個都受不到影響 還有我們的資產自銷的機器設備 這些貸款動輒都是好幾百萬的貸款 那怎麼辦 所以這些政府東東都沒有為我們真正的想清楚 他只有把這些說補助的東西給地主補助 可是我們這些代工業者呢 根本就沒有辦法讓我們有好延續的時候 我不是沒辦法配合 你如果說這樣沒有水天災人物 我們可以真的我們可以配合 可是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對農人來說是一個莫大的恥負跟欺負 為什麼我們的農人的工作權要掌握在你們這些長官 你們說停水就停水 你們說不要工作就不要工作 那麼這些人 返鄉一些年輕人 還有一些大弟子小電容 小弟子大電容 這些人 他們怎麼辦 六個月的時間 只是補助這些人 叫你不要做啦 你不用做啦 要錢給你你又不開心 但是你們有想過嗎 這些錢可以怎樣 所以我希望每個政策 不要整個人家自己說就好了 我希望政府跟八十十要好好來溝通 你如果說你跟我們說 怎麼參加大家來說 但是你不是 你都是說好的叫我們來做 如果這樣我們農民還算什麼啦 我一分地一年就有 我都要收八萬塊 你現在九年有經一家庭也來八萬塊 這八萬塊我們一家庭也六個月要怎樣 水電電費就要給我付錢了 不要說要怎樣的那種 你說要給我生活 我們環保我們這個後人 吃民主水庫的 民主水庫是我們農民的 不是政府的 水流的是跟我們管理的 我們這個當時 我們這個中央 台湖這個水庫 一家庭 翹二十萬的工程會 做全民主 政府做這個民主水庫 政府沒有錢 是我們這些農民的 現在你又跟我們賣工 你們如果要這麼成立 跟我們賣工 這些水 要跟我們農民 生活清楚 那是我們這個農民 水庫 我們是我們優先 你們不去工程 你們的水 要怎麼給你們政府 拿的 你們如果對我們農民 要補助那一家人 我本身就是小大 主委說 沒有那一回事 地主不會解約 這個補償金 絕對會 拿到我們實際 根作的人手上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昨天晚上我的地主 打電話給我 他說阿全 我們的契約要怎麼辦 我能夠怎麼回答 我只能回答他 不好意思 你的權益我絕對不會 會讓你受損 因為我們這一群小大的朋友 跟地主 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因為相信政府的政策 好 那你政府今天一句話 就讓我們分化掉 造成一個對立 你在修根這一個部分 補償金這一個部分 你跟我們講 實際工作的人 可以拿得到錢 可是呢 後面你又補了那一句話 你要跟地主去協調 分配比例 你這個就是在製造對立 在製造問題 這就是我們確確實實 碰到的問題 我可以跟你們講 那八萬五我們一毛 我們都不敢拿 為什麼 拿了以後 我們以後還可以 跟地主有這樣子信任關係嗎 還可以 他的土地還會繼續給我們跟做嗎 還會再簽約嗎 我們會種種考量 最後為了以後的往後的打算 這八萬五 我們是絕對拿不進口袋的 所以說我們出來 我們不是因為跟地主分贓不均 我要特別強調一點 我們今天爭取的是一個生存的權利 我們的生計 我們後面 都有一群大小要養 而這修根的政策 決定的太粗糙 決策的過程不夠細緻 我們只是要跳出來 讓上面的長官知道說 有這些的問題存在 請他們幫個忙 就是這樣子 政府口口聲聲說 他要把糧食自給率 十年內要從32% 要提升到40%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利用急劇氣候下的缺水 請問缺水 在今年年中到10月 當台風不進來的時候 你就應該能夠預估了 怎麼會到年底 最後的這樣子的時候 才跟我們大家講 要全面修耕 我覺得這政府真的就是 失位素餐 因為急劇氣候是全世界 它對應長期的一個 必須要面對的事情 它不會因為 今年缺水 明年影響一年而已 它會影響兩年三年 甚至更久 但是我們農友的生計 跟消費者的權益 跟政府的信譽 絕對會陷入三書 因為農委會把自己 變成經濟部的下屬 配合單位 急劇氣候不應該變成 農民陷入貧窮 的一個災難型的經濟的開始 急劇氣候是全民 要共同面對的 一個困境 但是它的轉機裡面 包括公平正義 沒有被實現 如果修耕 絕對會增加我們 對於進口米的依賴 進口米 除了越南米 泰國米之外 還會有什麼 福島的福色米 還有來自中國的 基因改造大米 請問怎麼境外管理